华语篮球世界 2021年9月18日 水星预载挨冰暴风 WNBA常规赛已经来到尾声 周六上午 两只已经确定计后赛资格的队伍暴风和水星将在前者主场展开角逐 两队目前分别排名第四第五名 之间只有一个胜场差 而这是暴风经济最后一场常规赛 一旦输球很大机会 最终只获得第五名 对于未免冠军来说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在之前大胜其异的第三节比赛中 暴风迎来了一个噩耗 二届总决赛MVP得主布利安纳史超活受伤离场 赛后更新伤情确定 他因缴伤将缺席胜于常规赛 季后赛开始前再进行评估 缺少这位金济效率值达到25.4 胜利贡献值高达5.2的全能球星 暴风上仗兵败如山倒 最终以28分的巨大分差不敌火花 将常规赛前四席位的悬念延续 暴风金济与水星的前二场交战 只取得一胜一负 倘若金杖输球 球队将暂时让出第四的位置 并且主动拳不在自己手中 况且目前正受到主将商缺的困扰 士气严重受损的暴风金扑 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阵容方面 前锋美基亚夏尼根因个人原因赛季报销 水星一波十连胜上仗被阳光终结 就此成就了对手所定常规赛第一的位置 不过这也无碍格连纳拿到上周周最佳的称号 格连纳乃是水星十连胜的头号功臣 亦都是球队经济有望冲击前四的关键 此女目前军场斩获20.8分排名联盟第二 军场二个封组排名第一 如果在下周一常规赛结束时 能够继续保持这个优势 这将是他职业生涯九个赛季里头的 第八次斩获封祖王的称号 就算水星上仗输球 但这也只是非战之罪 基因对手当时也已经获得12连胜 兵到码头之时落败也是意料中事 金杖面对缺少布利安纳时超活的暴风 格连纳这个位置将无人能够撤走得住 另外 在二号得分手的位置上 迪尖斯今季两次与真维莱特的对位 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限制真维莱特的命中率只有36% 一共只得24分 而迪尖斯则在这两场比赛中 斩获43分 优势明显 再者 泰纳斯也已经接近复出 这无疑集水星此行增添不少信心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的一个赞就是我们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